之前有個女生她超慘的 你知道她殺了點憂鬱症 因為她也是一道工作環境 你知道比如說剛好要截稿 或者幹嘛 就是時間非常緊迫 她就壓力來 壓力來她就開始瘋整塊 她那個塊長了 就是全身會癢到粗鞋 然後她那個癢到 連眼睛都會腫起來 因為如果長到這邊會腫 然後她就收到請假 可是請假很奇怪 請完假壓力消失就沒了 就不見了 還來不及給老闆看到 她就沒事了 所以老闆看到這個人 每次最忙的時候 然後妳就給我請假 然後請假說妳怎麼樣 我也看不出 妳這個人有什麼異樣 妳根本就沒事 妳說妳整在哪裡 沒有 所以老闆就一直覺得 這個人就是 好吃懶做 是不是 就是懶 愛推脫 愛推脫 業績打餅 對 她就是連續啊 因為她那一年 就是整個每個月弄月平 都被打很差 然後她就非常猶豫 因為她是真的 但是沒有辦法 現在有的人就被證明了 馬上判照 馬上打卡 老闆說 我怎麼知道這是妳的照片 是什麼時候 去年的 前年的 對 很慘 她搞到憂鬱症 哇 所以應該還是可以 好好來調一下 對不對 好機器啊 要 怎麼樣避免 這個慢性蕁麻疹發作 其實蕁麻疹 在中醫就是 剛剛黃醫師說的風疹 因為中醫講外界 就是風 寒 暗 暑 溼 濕 燒 灶 火 就是一些外界的溫度 都會引起皮膚的變化 而且來去一陣風的感覺 對不對 所以馬上沒有痕跡 找不到證據 這種最討厭了 所以這種風疹我們怎麼去對付它 其實就是把自己的抵抗力 真的是調好了 那抵抗力意思就是說 如果它已經是慢性的蕁麻疹 我的建議是說 妳平時的保養 要多接受這種皮膚的刺激 妳要讓皮膚的這個皺裡 比較 比較 致密 比較不要有所謂的 均裂的現象 所以經常去按摩它 讓它的經絡比較循環比較好 或者是用一些躍鬱的方式 比方說 那按摩它會不會按下去 它又紅了 又腫起來 應該會 對 所以不能夠用壓的 或者是刮的 大概就用一點方法 如果真的不行的話 可能水裡面要加一些藥材 那些藥材可能可以止癢 或者是減少這個情況發生 那我推薦的這個叫做 當歸浴 對 這個當歸浴 是中藥一個很有名的 叫當歸影子的止癢方 就是專門治療 慢性循環疹的方來改良的 因為它的成分就是有這個 當歸 川窮 白韶 生地 紅花 以及這個防風 那這個就是標準四物 然後熟地改成生地 再加上這個紅花活血化瑜 因為剛剛講說 如果說肌膚的這個 組織胺太多的時候 會引起這個反應 這個時候都是用紅花 來消除這個部分 防風是所有皮膚裡面 增加去風邪 最有效的一個藥材 所以這個比例都是1比1比1 這六味藥材1比1比1 然後加入1000CC的水 先組成比較濃的汁液之後 比方說你要泡澡 你用小毛巾然後沾一點 然後在皮膚輕輕地擦拭 然後你可以在手的內側 外側輕輕地擦拭 然後整個腳身體也是一樣 所以就是經常地按摩身體 然後來用這個 藥育的方式來保養皮膚 因為這種慢性循環 整個是反覆發作 那一天擦一次就夠了 一天擦一次就夠了 當歸的味道會很重嗎 這個其實淡淡的完全 其實沒有什麼 只有這個水的顏色感覺微黃 但是其實沒有什麼味道 那如果再配上一碗當歸鴨 當歸鴨 鴨肉可能是發霧 真的嗎 不要亂吃 沒有亂吃 好 所以我們針對這一點 秋冬很多人皮膚真的 不是只有老人家會癢 很多人也都射走 那怎麼辦呢 要找到你的問題點 我們才能把它給改善過來 但是你說到了 我們要提升抵抗力 免疫力 不是只有這些喔 聽說刺激某些穴道 也可以增強的 好貨到你家 讓你家 彥均 妳的抵抗力好不好 我 就實好實壞 實好實壞 對 那妳要怎麼幫助大家 壞的時候就把這個拿出來是不是 沒錯 就是 你知道就是這個東西叫做 多功能拉筋版 拉筋 對 要拉什麼筋 它除了可以拉筋 它還可以順便幫你 腳底穴道按摩 所以可以增強你的抵抗力 你看它這裡 它這是突出來的 對 一顆一顆走起來的 對 所以我們人就可以站在這上面 而且你看它有一個那個斜度 有沒有 我帶給你們看 斜度應該可以調整 可以拉小腿的筋拉小腿 對 當你站上去的時候 就可以拉到你後面的那個 小腿的那個 筋 腳度 對 很舒服 尤其是你就 你運動完啊 這樣子站在這裡 可以順便幫你腳底按摩 而且還可以幫你拉一下 它有變動嗎 沒有 沒有變動嗎 沒有 它不會這樣 就突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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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在上面踩 不會 要走嗎 還是不用就站 如果你想要就是比較 再厲害一點 被刺激穴道的話 你就用平 就是拉筋 純粹刺激就對了 就很刺激穴道 就可以刺激你的那個穴道 如果你要拉筋的話 你可以把它那個高一點 這樣會痛嗎 不會耶 因為它穿後襪子啊 而且我可能 對於刺激穴道 就是覺得滿舒服 不會覺得它疼痛 它跟體重有關 我跟你講 會很痛嗎 不會耶 真的 的確不會耶 但是會有感覺刺激到穴道嗎 如果我要腳趾頭 稍微有一點刺激感的話 你要自己往下用力 然後腳趾 對你要自己去搖它 內側外側 用你膝蓋的力量 要碰住 而且我跟你講 這個除了腳踩之外 還有其他的功能 他剛剛腳踩過囉 對然後 沒有沒有 絕對沒問題 有沒有感染啊 把這個收起來 好 這一面 然後呢 你可以躺在這上面 躺在上面 脊椎嗎 這樣子 紓壓你的脊椎嗎 對 有沒有 這邊啊 你就可以被那個 傷一下 傷一下 真的很舒服 傷起來啊 真的真的 不要太搭喔 這樣有FU 有 而且它這邊旁邊兩道啊 就是那個 拖起來的那一顆一顆 還可以順便幫你刺激一下 你後面的那個頸椎 但彭醫師 照你剛剛這樣 我們來看喔 如果它是腳踩在這個上面 因為它這個是硬的嘛 死的 這樣子用力踩自己去調 那個輕重度 幫助它嗎 是 其實我是很建議 這個腳底的按摩或是什麼啦 但是工具的使用 就是自己要去試那個軟硬度 跟腳型的大小 因為它是固定一個位置嘛 腳大跟腳小 相對硬的穴道位置 想必不同 對 因為我們這個筋膜 每天如果是女生穿高跟鞋 它一定墊緊 所以這筋膜從腳跟到腳 五根腳趾的根部 這個筋膜 它是勒得很緊的 緊了之後它的循環不好 你就會麻痛啊 什麼筋膜也一堆的 所以 反過來放鬆的概念是對的 所以我們平常上班族 都很建議大家 這個高跟鞋 放鬆就可以了吧 把它反過來 反過來 直接這樣子就可以了 這樣就OK了 所以平常在辦公室底下的腳 都是這個樣子 就是放鬆的 還是別往上 或是就是踩樓梯有沒有 對 就是把它往上凹 對 沒有錯 剛剛那個背部這個 我比較難想像腳的 拿來這麼輕的反過來 這樣肯定偷偷偷的拉筋 OK的 也是OK的 也是OK的 問題這樣子 就真的能夠提升免疫力嗎 其實啊 穴道它的原理就是 透過真的刺激道穴道 可以改善經絡的循環 那局部循環好 它所供應的一些 內臟肌肉 筋膚 皮膚等等 我覺得都會有一定的效果 但是我最推薦的還是 來 敲敲手就好了 敲敲手就好了 對 開始用內間的敲敲手 然後再加上敲敲腳 這樣子就OK了 對 尤其今天教大家幾個穴道 沒事就預防一下 按一按 敲一敲 對不對 好 彥均 感謝你了 謝謝 帶回家繼續保健 好不好 好 謝謝 謝謝 好 謝謝大家 提發身體健康 謝謝 好痛喔